走進屋子裡頭凌亂不堪 前立法院長游錫坤退休後租房子 被民眾質疑 從政四十年 難道都沒有自己的房子 更有人說有農舍 為何不住 假鬼假怪 親自揭開農舍現況 不僅天花板 因為潮濕斑駁 牆壁滿滿臂癌 甚至連櫥櫃都被白蚁住到變形 頂樓瓷磚多處凸起 一踩就破 連一樓後方的門窗 玻璃也破了一個大洞 這間位在宜蘭羅東北城的農舍 二十幾年來五人居住 屋況更是殘迫不堪 根本沒辦法住人 光是修善就需要花好長一段時間 費用高達六百萬 房子甚至多次遭小偷 一九九八年三月開始 游西昆就到北捷擔任董事長 後來又陸續當了行政院長以及立法院長等職 二十幾年來都在臺北工作 現在退休 游西昆說會騎著自行車到他移來民主巡 群眾館上班 推動資料蒐集 辦講座導覽做他想做的事情 租一提 吵個不停 乾脆大門敞開 帶大家一潰農舍 三十五位 黃國人 黃世函 伊蘭草報道